灰色鋼鐵洞穴隱藏在捷運中校復興站附近 號稱都會區最深的地下電纜洞道 我们的管线并穿过台铁高铁捷運 还有这个桥梁的机装 我们只能从它的下面过 我们没有办法从它上面过去 所以说我们的深度会越来越深 最深的地方达到55公尺 历经十年施工 工法比盖捷運还复杂 大岸便电所有两条高压输电线 一条通往内湖 另一条经过信义区道深坑 长度分别为4634公尺以及966公尺 合计造价约36亿元 这项设施解决了土地和电的问题 需要跟社会沟通的第一件事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沟通 未来我们在都会区的种种电力建设 能够推动得比较顺利 便电所提供稳定电力 但施工过程格外辛苦 工作人员得像老鼠般 躲在地底下施工八小时 吃饭喝水都得在洞穴解决 力拼2025年完工 让大安便电所成为台北市核心区的 供电枢纽 台电还采取共共设计 把地面建筑规划为饭店 只是住在便电所上方 民众接受度如何 还有待考验 大海新闻李明华台北报导